以色列这块类的引线 伊朗算是典定 土耳其也要跟着掺和 各位网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 好来观点 不久前 以色列的一场空气 让自己国家陷入着风雨飘摇的境 虎视眈眈的伊朗已经忍不住要出手了 据以色列时报报道 空气事件发生后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拉梅赞谢里夫成 哈马斯在2023年10月7号的突袭 其实是为了给死于美国空气的苏兰曼尼复仇 不过 哈马斯领导人随后否认了这一说法 不管哈马斯为何否认 谢里夫的发言都能够反映出伊朗的极不可难 伊朗这是想告诉美西方 巴以冲突和自己有着天词万里的联系 这也难怪 穆萨维和苏莱曼尼是战友 同样则有空心 伊朗已经算是掌握了参战的理由和借口 不过 伊朗大概率不会立刻直接参战 就像谢里夫所说的那样 伊色列是一枚定时炸弹 他的生命已经进入了造极式 但什么时候引爆则完全取决于伊朗 谢里夫表示 伊朗会首先通过抵抗之弧 做出相应的反应 并誓言要在恰当的时间和地点 做出决定性的反应 大家不要质疑伊朗参战的决心 因为苏莱曼尼被虚后 伊朗就第一时间对美军的基地狂甩导弹 更别提对手是伊色列了 先不说美国和伊朗的情感纠葛 现在需要关注的是 土耳其会不会参与到中东的战局中 土耳其虽说是北约国家 但是和美国一直不对付 而且土耳其总统埃尔章安是出了名的投机分子 中东的乱局他多少会掺和伊朗 估计埃尔章安也在琢磨着怎么差异 同样也在等着合适的时间和地点 此外 埃尔章安已经做好了舆论准备 前两天他在一次活动当中发言指责伊特列 除了讲义军比座 战争犯 恐怖分子 这样老生常谈的话题之外 还讲伊色列的总理内塔尼亚乎比座 希特勒 而且这番话还得到了土耳其民众的称赞 舆论造势已经妥大 那么土耳其能和伊色列在军事上掰手腕吗 大家可别小瞧了土耳其 在北约 土耳其的军事力量可是第一体对 目前 土耳其的总兵力超过60万 主战坦克4205辆 装甲输送车3551辆 各类火炮大约是4000辆 导弹发射系统近两天物 包括F16在内的战斗机数百架 以及布隆小曲的海军势力 这么强的夹底已经能和伊色列五五对开了 但是大家别忘了 还有伊朗呢 前不久 土耳其官员放出消息称 伊朗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尼 将在不久后与埃尔多安会面 会谈的重点就是白衣冲突 估计到时候啊 他们很可能就双边合作 达成某种模式 共同制裁以色列 总的来说 伊朗是铁定要入局的 土耳其还存在不确定性 不过呢 等伊色列退市并险 埃尔多安这样的机会主义分子 一定会跳出来瓜分材质品 可以肯定 伊色列的军事行动 在政治上已经传染失败 现在呢 加沙民众的安全 没人能够保证 但是杀人者势必会付出代价 好 今天的话题就聊到这里 欢迎各位网友评论交流 我们下期再见